當然我們主要先知道一下它要怎麼做 延伸出去的話它有很多地方 比如說它可以比如說你給它一個location 比如Google地圖上面的某一個位置 當然你要先知道它的緯度跟精度 再用intent的方式它會去呼叫地圖 就地圖把它打開來 或者你可以怎麼樣要搜尋 你也可以給它一個關鍵字 自動找出什麼Google社群 它會自己去幫你社群 或者甚至做導航 現在Google地圖有導航功力 給它起點跟目的地 其實點如果沒設的話 那就是欠這樣location 到目的地也可以自動導航 所以其實這個intent還可以做蠻多事情的 那要怎麼做 其實在雲端上我有放一個叫什麼 intent大權 大權意思是說裡面都有 可是因為Google的APK改版的速度差太快了 有時候本來可以在之前的環境上run 但是我不保證說在新版的24的版本 會不會有一些地方需要調整的 不過當然調整我覺得應該還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 你們在測試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這個瀏覽 我們這個模擬器裡面 它是沒有Google API的版本 有沒有發現它沒有Google地圖 所以特別是你在測試的時候請你去裝 要不你就是去手機上測 因為手機有Google地圖 要不你就去裝那個5.0以後的 有Google API的那個版本的模擬器的那個部分 不然的話你要測試有關就是Google的相關的資源 就不行 那其實這個部分當然就是說它 本來它是把Google API 當然它沒有把它很獨立分出來 主要因為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就是很早期大陸有很多山寨期 那山寨期它就不授權 不授權Google就沒辦法 所以它就寄出這種就是你如果沒有跟我註冊 它就不能使用Google相關的資源 那你如果一支手機或平板上面 沒有Google相關的資源 那這樣感覺就會弱很多了 它就強迫你一定要跟它授權 所以它後來有做了很多的改變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剛剛提到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要怎麼樣做出我們剛剛這個印象 裡面的話大概有三個功能 那裡面有哪些比較重要的 不外乎就是程式部分一定是宣告三個按鈕 連結三個元件 OK 沒有問題 那大概就是set on click listener 那listen裡面的話 new一個button on click listener 這個應該都固定了 那裡面我們做什麼呢 我第一個是要能夠按下它 自動幫我連結某一個網站 點擊有沒有 那我只要給它一個網址 並且包在什麼呢 包在UIL裡面 記得喔 一定要透過UIL 因為沒辦法 intent的它就是要跟你要UIL 你不能給它String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透過intent裡面 new intent的時候呢 順便傳遞兩個參數 哪兩個參數 一個是String 這個String 就是一個action 你到底要做什麼 那如果說你要瀏覽網頁的話 它的action名稱就叫什麼 叫action view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這邊有沒有 點下去 打一個那個intent電 這個後面的話呢 也會有很多的action 到底action什麼 如果說將來你要做很多事情 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查在那個 我intent大權裡面呢 都有提到什麼action 做什麼事情 OK 那所以基本上光intent裡面就可以變化出很多了 那你要再給它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UIL有沒有 所以第二個要給UIL 那我就把我的網址 這個網址先包在什麼呢 特別是要用pass的方式 建一個UIL 把這個UIL丟到intent的第二個參數 有沒有 我就給它應該它要的兩個參數 那最後怎麼去啟動它 再利用一個叫star activity 把這個intent包進來 這個時候呢 它就可以達到我要的效果 就是直接怎麼樣 按下它 它就跳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你原來的app 其實還是在 在哪裡 在這個畫面的後面 它只是有點像那個stack 堆上去了 所以你按那個back鍵之後有沒有 它又跳出來 它不是跳出來 它一直都在那裡 OK 好 那呼叫撥號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第二個 呼叫撥號裡面的話做什麼 第一個 一樣要一個UIL 那所以你用pass 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UIL放進來 記得 URI 啊不 對對 應該是URI 說錯了 這個是I不是L OK 因為一直跟那個 早上那個connection URL connection OK 那兩 這個是URI 我跟你講是URI 我講錯了 OK 然後呢裡面有一個那個pass 記得那個電話號碼是TL OK TL帽號 後面再加上電話號碼 OK 那它就會知道說 這是一個電話號碼 然後呢 你在intent裡面的這個 也是stream 你的action部分 就給它什麼呢 給它一個那個 就是stream 是action dial 就是我要去撥號 然後把這個URI放進來 OK 那你會發現這個URI 也幫你顯示出來了 OK 裡面的東西 打包之後放進來 一樣用start activity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幫我們撥號 應該是沒有撥號 直接幫我們跳到打電話的 預設的系統的app 並且幫我把電話號碼傳過來 那你要自己按一下撥號 它才會撥號出去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沒有permission的問題 第三個是什麼 直接撥號 我剛剛講的 按下去撥號 那這個時候 它直接就是撥號啦 不過模擬器裡面 它已經接通了 開始算了 OK 那誰去接到呢 是不是詐騙其他媽 可以把它掛電話啦 OK 好 它就回來了 直接撥打電話 像之前就有同學想說 是不是可以自己做家裡的那個通訊錄啊 然後按鈕上面用那個image button 按下去 因為老人家有沒有 希望大大的 你的照片 家人所有的照片有沒有 直接就撥號了 有沒有 你就一個app大大的 放在那個手機上面 你跟他講說 你會有什麼緊急事情 也不一定緊急啦 你想要打電話的時候 因為老人家有時候 不太會用那個智慧型手機嘛 那你就幫他做好 然後上面也幫他做照片放上去 他看到就按下去之後 直接你手機就通了 那特別注意就是用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呢 他就不是像剛剛是按下去 他自己撥 而是他自己就直接撥了 直接自己撥 不過直接自己撥必須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一定要有URI 那把那個你的電話包進來 格式一定是TL冒號 你的電話號碼 第二個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剛剛一樣是那個 所謂的那個 一樣是做那個Action 這個是Action Dial Dial只是撥電話 那後面的Action 你會發現它叫什麼 Action Call 所以特別注意 Action Call Call的話是直接撥出去的 兩個不一樣喔 Dial只有說撥 只有打上面的號碼 沒有撥 撥的話是Action Call 那兩者很像 那可是如果說你是Action Call的話 一定要搭配什麼 Manifest這個 裡面要增加我剛剛講的這一行 那你增加的方法 記得就是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個Manifest上面這個位置 所以你原來是沒有吧 你Enter一下 加一個小魚 小魚 它會自動跳出Use Permission 然後問你說你的Permission是哪一種 Call form 然後自己加一個這個斜線 打一個斜線 它後面自動幫你補上大魚 所以還滿貼心的 雖然沒有圖形化介面 但是你其實打兩下就出來了 跟有圖形化介面差不多 那Egalibus圖形化介面是 它直接Add一個按鈕 自動讓你往下拉 這個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多少 OK把它Save一下 那再回來 就是有Call form 不過因為在舊版的時候 它不會有這個問題 之前的版本直接就是 再加上一個Start Activity 把Intent放進來 可是在新的版本好像多了這個 如果我剛剛用Alt加Enter 它會有個建議 它就幫我加了這個東西 Check 幫我加了這個IfCheck 這一段東西 但是好像還有一個地方 有問題 什麼 List 所以我把List改成什麼 Get Application Context 就OK了 但是我有點不太知道說 它這個地方 它這邊是叫做Apute Compact 然後是要比什麼Compact 然後難道是V 因為現在4.22以前的版本 是屬於Android的V4 V4的版本 那4.22以後是V7的版本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它會幫我比較一下相容性還是什麼 OK這個可能要查一下 那舊的版本沒有啦 可能我在Android Studio裡面 Ecapes不需要加這個 但是Android Studio要加這個 應該是那個V4跟V7的版本 可能它要先Compay一下 不然的話可能會怕有發生錯誤吧 還是怎麼樣 OK 好那沒有關係啦 我剛剛只有做兩件事嘛 有錯對不對 郵票放上去 ALT加Enter 讓它自己補一下 然後List這邊會出現錯誤 沒關係 你把它改成什麼 或者加個MainLibret.list也可以 或者你 我習慣是打一個GET GET ApplicationContext 也就是說讓它自己去找一下 那個什麼Activity 是哪一個的物件 它自動會去幫你找到 好 那這樣就OK了 把它Save Save之後直接執行 那執行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自動Call了 所以之前有同學呢 很貼心的 就幫他家裡的長輩 做了那個全家人 重要親戚朋友的 把他們所有的照片 都拍了一個大大的大頭照 然後呢 直接放在那個 Image Button上面 讓長輩說這個是家裡重要的那個聯絡的方式 那他看了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 復興節快到了 所以如果你爸爸有在使用智慧型手機 或沒有你剛才送他一支智慧型手機 然後呢 幫他做一個這樣的App 應該不花了 花不了多少時間吧 反正一二三四五嘛對不對 那這些全部我們都做過嘛 多按鈕有沒有 你就把多按鈕改成Image View 然後呢 只是說你要去抓那個親戚朋友的照片 不過每個人都有臉書嘛 你就把臉書上面的圖拿來用就好了嘛 再裁一下 然後放上去 所以馬上就有了 而且可以在復興節的時候拿出來說 爸爸這個送給你 然後跟大家講這是我做的 OK 你打打看 你可以試播看看 欸 播給我 馬上可以通 那感覺就還蠻好的 這個是還蠻歷歷的父親節禮物 因為剛好你最近在學習的App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就 那再來的話就是 有關那個Menu部分 那Menu部分的話呢 我們最後需要在這個地方按Menu鍵 一樣跳出這三個啦 只是我們練習一下 剛剛做過的東西 那所以我在Item123 對應到三個名稱 三個名稱 那裡面需要做什麼程式呢 其實也是剛剛一樣啦 實作OnCreateOptionMenu 這個怎麼產生的應該講過啦 這個Override 這個Override Mencer 你去找一下 裡面都有 補一行就好了 這一行好像也不太需要 你就打一下 它會自動提示 只要是把它載過來 那一樣呢 用If、Else、If、Else、If 去判斷 那只是說裡面有共通的地方 我把它寫成一個Void Style 把它用傳送過來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 序一下好了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範例主要是把那個Intent 跟早上的那個Menu 部分呢 做一個 做一個合併 所以這個範例的話 剛好就是 可以達到那個Intent 跟Menu的兩個部分 等於第八章跟第九章 兩個一起的練習範例 那所以其實產生一個Menu 其實並不困難 那坊間很多書籍 這產生Menu方法 也是一樣 用那個寫在程式裡面的 不過我比較不建議 為什麼 一樣同樣的問題 如果你寫在程式裡面的話 你多國語氣怎麼辦 對不對 一樣的問題嘛 所以很多坊間的書籍 其實產生Menu的方法 當然不只我講的這種 另外還有類似就是 用程式的方式來寫 因為之前考試 之前有練習過 然後後來我發現 那個方法不好 因為多國語氣的問題 所以會用現在這種方式來寫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就去坊間 或者你Google一下 如何在Android製作Menu 當然很多種方法 那我是覺得這種方法 比較可以對應到 未來的多國語氣 而且反正分階段 MVC拆開來 OK 試試看好了